寒冷的冬天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这个国家 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温度呢 挪威这个国家呢 做了一个公益广告 那么里面有个实验 现场的主角是这位11岁的小男孩 他假装外套被掏走了 寒风当中 坐在街头车站里面发抖 好 问题是 有没有人伸出援手来帮助这个孩子呢 我们来看看今天经过的民众 有什么样的反应 晚报封面故事 倘若你看到个孩子 在凛冽的寒风中 涩缩在公车站直发抖 你会这么做吗 这位大哥问完话不发一语 立刻脱下身上的外套 紧紧包裹住冻僵的男孩 这个女孩甚至直接脱下 内层最保暖的外套给男孩穿 这些民众的扇形 全被拍下来扑上网 民众的爱心被广为播放 这其实是挪威为呼吁大家重视 叙利亚内战受苦的孩子们 所拍的公益广告 找来小男孩当演员 感动无数的人 有网友说人间油暖 看了后眼泪在打滚 有人却说男童若是犹太人 打架的反应恐怕就不是这样了 看到这里除了催泪外 不妨停下来想一想 为帮助别人 若拖到只剩下一件短袖了 你还笑得出来吗 记者综合报道